Hello 男友们大家好 有好几期没有跟男友们介绍兰花品种的 那我们这一期来介绍几款 建兰里面开瓶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品种 今天逛园子的时候 刚好发现了一颗木宝正在开花 刚好有男友要我再介绍一下木宝这个品种 那我们今天借着这颗带现花的木宝 一起来散一下它的花 木宝它这个品种的由来 或者是曾经获过什么奖项 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我们主要来散一下它这个花 花色是呈现红色的 非常的耀眼 而且它这个品种是不因气候的变化 而改变它的花色 像我们建兰的品种 半江红 贵妃醉酒 鲜沙红 它们花开的颜色 都会因为气候的改变而变化 那木宝这个是不会的 正面是呈现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耀眼的红色 那背面的话 也是这样子的 非常耀眼的一个红色 是属于一个外瓣透瓣的一个红花 那舌上面可以看得到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红瓣 而且红瓣是呈现这样排列 比较有序的一个红瓣 今天是属于这样一字尖的 它这个瓣是属于竹叶瓣的 也可以算是咱们建兰里面竹叶瓣花的一个代表 花虽然不是特别大 但是很精神 它这个花是不会低头的 这样子开的是昂头的 非常的漂亮 花开一杆多花色泽艳丽 性价比非常高 那在养护方面也是非常好养护的 我这边有一颗三个苗子 带了三个花的 非常清花的一个品种 你可以看一下 我这一颗 一二三带了三杆花 那如果说有新手兰友想要入手这个品种的话 是可以入手的 因为它在建兰的八大红花里面性价值 性价比是属于比较高的 又是非常好养护的一个品种 那香气是属于那一种建兰里面非常纯正的一个香气 再想一下这个花 然后我们就给来你们介绍其他的品种 那还有一颗红月 那还有一颗红月 开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一定要跟来你们分享一下 它这个花开看到了吗 不单单是说它这个花一杆三花树多 而且每一朵开的方向是一致的 都是朝一边开的 你们看一杆一二三四五六 开了六杆花 然后也是可以出价的 建兰的品种红月 它这个品种像这一种红月是开的比较好的红月 是有获得过金奖的经过筛选的 因为毕竟红月是杂交的品种 所以开品上是有所出入的 那如果有条件的懒忧 买红月的时候 建议是这样子带现花去买 这样子年年开车的花 就是你当初第一眼见到它的样子 然后它这个半是属于非常标准的一个合半花 看得到啊 你们看外半很椭圆很椭圆 包括中宫 它中宫也是紧紧靠着它的这个棚 蛇的话是有 蛇的话是小短蛇 然后整体的花朵 虽然不是特别大朵 但是开得非常的饱满 这一颗建兰的金奖红月 然后后面的后脑勺看一下 核拌花这边 主拌这边是呈现会让圆的一个弧度 这个我称为兰花的一个后脑勺 也是很可爱的 就是说从背面看过来啊 从背面这样看过来 是特别特别好看的 那紧接着再介绍一颗七彩核鲜 先看一下它的开品吧 是属于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核型水仙半的花 颜色虽然说不是特别惊艳 但是现在它这个一上色度 是属于一个附射的一个上色度 中间半的话是黄色半顶 那外半的两端的话 是有带非常明显的一个红辐色在 蛇的话是属于大圆蛇 而且是比较短的 所以相对应而言的话 它这个花手还是不错的 花朵直径的话 大概在我们的四厘米左右 不是特别大的一个花 因为毕竟不是那种正格的一个核板 在建兰的花里面 除了正格核板花大朵一点 或者奇花大朵一点 其他的花都不会说非常的大朵 叶形是属于这种非常漂亮的一个垂叶形 可以算是供垂叶了 因为它这个垂下来的弯度还是挺明显的 然后花开的话是一杆三花朵挺多的 一二三四五六 差不多可以六到八朵左右这样子 它这个品种是可以非常好的一个初挑高架的 差不多可以拔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 建兰品种七彩核仙 花色还是挺好看的哦 包括它的这个花苞看得到 它花苞的话也是有上辐射的 比较的明显 然后像这一种核形水仙磅的花 像这样花苞初开的时候 应该给它调整一下 不然到时候它是开不起来的 因为它在开的时候会分泌花蜜在上面有点捏捏的 会跟这个捏在一起 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掰正一下 好了 七彩核仙如果有兴趣的男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再来一个红玉 这个红玉是建兰的老品种的红玉 也不是合半红玉 你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花 花开有点久了 它这个花开有点久 所以说有点拆捧了 但是颜色色的看得到 它外半是属于一个绿色的 蛇的话是属于那种粉色的 那凉捧的话也是有带红玉 它这个品种是称为建兰的雪中红 如果说温度比较低 温差比较大的话 那么它蛇上面的一个折射度 会更加的鲜艳一些 我们可以看一下对比照 是不是跟寒蓝的雪中红开得非常的相似 所以说它这个品种有寒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株形跟叶彩 叶是属于微垂叶的一个叶枝 那叶框大概在1.5厘米左右 叶长40到45厘米左右 它这个花色不是那种特别惊艳的 就是给人很小加碧玉的那种感觉 外边的绿也不是说特别的绿 是那种翡翠淡淡的翡翠绿的颜色 那蛇是粉色的 还是挺有特色的一个品种 然后接下来介绍这一棵树花 雪莲树 雪莲树它这个品种最大的特色在它的蛇 它的这个蛇是属于白半顶 然后带粉红色的一个水迹斑块 若有若无的那一种 远远望过去不会特别明显 但是近看还是看得到的 它舌头内身喉的地方是有带红韵的 很明显的一个红韵 叶形是属于这种比较细叶形的 宽度大概在1厘米左右的一个叶宽 那高度在30到40厘米左右 也是可以出价的一个品种 但是毕竟叶比较高挑 所以说出价不是非常粗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延延的夏季 男友们在家庭亚兰当中 一定要记得通风通风再通风 通风是第一要义 那如果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